艺术考级为何变了位 记者调查基瓦艺考现象 近年来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素质教育的深入人心 越来越到家长给孩子报艺术兴趣培训班 尤其在双减政策背景下 学生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进一步减少 有更多的时间培养兴趣爱好 参与艺术兴趣培训 近段时间 北京市民人学很焦虑 他给上小学的女儿报了三个兴趣班 舞蹈 画画和钢琴 每年的学费约1.5万元 并不准备考级 但和其他家长交流后 他发现大家都特别关注考级 并认为不考级就是白学 记者近日采访了解到 不少家长对考级须知若鹜 加上一些培训机构的引导和鼓吹 艺术考级渐渐变了位 甚至呈现出较强的应试教育的特征 令人又爱又头疼 从夜16年的北京艺培训机构老师郭S 告诉记者 早些年 很多家长让孩子参加等级考试 主要是为了让孩子在升学时有个家分享 后来社会艺术考级 艺术竞在的等级名次 不能直接作为艺术特长测评的依据 很多家长又出于丰富孩子简历的考虑 让孩子继续参加等级考试 据介绍 文化和旅游部2019年发布的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明确 通过考试形式对学习艺术人员的艺术水平 进行测评和给予指导 以普及艺术教育 提高国民素质为宗旨 遵循艺术教育规律 坚持公开 公正公平和自愿应试的原则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多位资深儿童美术专家认为 儿童美术作品的评判 并没有简单的标准答案